东东大战还没有结束 以色列的大反击即将到来 针对伊朗的报复行动 以色列也不甘示弱 要在未来48小时内 对伊朗发起前所未有的回击 那么犹太人和伊朗 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两国 究竟有何历史恩怨 为何总是摩擦不断 其实早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时 伊朗是除土耳其之外 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大国 两国关系非常融洽 然而到了1979年 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巴列为王朝被推翻 至此意义关系开始出现重大变化 从好友变为宿敌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矛盾还越来越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 伊核问题成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主要矛盾焦点 2007年 伊朗奈坦兹和设施用于调节电压的电力组件发生神秘爆炸 导致几十台离心机被毁 2010年 伊朗和设施遭遇阵网病毒攻击 打开了虚拟空间毁摊物理世界的大门 1000多台离心机瘫痪 这些事件都与以色列和美国密不可分 特别是在2020年 伊朗顶级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遭遇机枪暗杀事件 导致伊朗公开对立 与此同时 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国 指责伊朗通过哈马斯等组织 对以色列进行实施破坏行动 致使两国的关系不断恶化 2024年4月1日 以色列更是以精确导弹 炸毁了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 导致伊斯兰革命卫队圣诚旅指挥官扎赫迪准将和拉西米准将在内多名军官丧生 因为这次斩首行动 不仅使伊朗折损了革命卫队的两位重量级将领 而且带有很强的羞辱意味 简直是可忍 孰不可忍 如果伊朗忍气吞声 捏着鼻子咽下这口气 那么无论是对国内的强硬派 还是对伊朗支持的中东地区反美反义武装组织 都将难以交代 虽然伊朗此次报复行动 发射了至少120枚导弹和200架无人机 但以色列拥有相当强的防空系统 其中就包括美国提供的 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四个导弹营 32台八连装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车 以色列自己研制的24台六连装箭矢防空系统 40台二十连装铁穹防空系统 和12台十二连装大卫投石速中进程防空系统 可以说整个防空体系 一次骑射就可以发射1344枚防空导弹 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 很难对以色列造成严重损失